大家好,我是Stan 前5050成员三人 与Koyang,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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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yang等演员的所属公司 旗下厂牌Messib Eansi签订了专属合约 8月12号Messib Eansi对媒体表示 5050前成员Sena,Arahan,Xiu 占以Messib Eansi旗下新全球爱豆团体的身份 最快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始活动 我们计划积极支持这些具备实力和热情的成员们 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更大的成长 公司将与曾在全球市场创造出QP的 这一成功安劣的主力成员们一起 再次书写新的成功传奇 难怪,难怪,难怪 昨天这三位前成员们突然开设了IG 头像都是飞天小女警 然后三个人都只追踪了彼此的账号 以及爆料并声明与前搜索公司法律纠纷的账号 一开始很多人都以为 是不是5050公布了第二期成员们反应很好 所以他们三个就开设IG表达了他们的愤怒 结果原来是欠了新的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他们又不是个人能力和知名度都非常出众的人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猫这个钱把他们带走呢 所属公司是认真的吗 难怪他们不反省都是有理由的 这里是Alice待过的地方 带着那没有才华又漂亮的成员们 却只让他们活动了两次 现在又把Sanfety带过来 真的是没有商业头脑 如果在MV中让旗下演员出演后回归的话 确实能引起一些关注 应该是相信海外粉丝们的支持吧 因为在海外很多人以为 他们是在公司收到了不公正待遇才逃出来的 那些人支持他们并且抵制NUFety 虽然有些惊慌 但为了赔偿违约金的话 像牛一样拼命工作来偿还应该比较好 所以对于三位前5050成员们的签约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8月12号根据一家媒体的独家报道 Sanfety在8月10号多次被目击到 出现在位于印尼巴厘岛海滩的X夜店等地 在媒体获得的举报影片中 Sanfety正在与一到两名 疑似是韩国界的女性交谈 当一位女性说 Sanfety会请客吗时 Sanfety回答 会请的 会请的 据了解Sanfety的同行中的艺人 还向其他韩国女游客提议说 我们的住宿就在5分钟路程内 要不要一起去玩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这个疯子败类还在到处做这种事 发布关于Sanfety的新闻是对的 这样才能减少被她欺骗的人 即使这样 还是有被她诱惑的韩国女性 这也是个问题 前几天 有海外媒体报道了 Sanfety会参加印尼的一个叫做 Paninson Sulabaya的活动 但是很快Sanfety就对媒体表示 我只想安安静静的 但总是有人提到我的名字 所以我想澄清事实 报道中提到的印尼地区 我根本不熟悉 夜店名字竟然还用那个Paninson 还说我会在8月31号去 但我完全没有这样的计划 而关于今年1月 在柬埔寨夜店的活动中说出的 总有一天我要带基地来这里 Sanfety表示 当时被气氛所影响 没能妥善处理自己的行为 这是错误的行为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 对于Sanfety的情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Sanfety的情况